大家好,我們是長臉夫妻 看前兩集的朋友們,你們會知道 我在三星零,28K,然後全年加班 或是在LINE,公司賺了上億的業績 但是月薪卻沒有加億冒險 肯定有人會覺得公司怎麼這樣不盡人情 覺得公司作為盈利的基礎邏輯 當然要在相對低的工資產品之下 去榨出員工比較高的價值 所以我覺得這些行為都可以理解 我想說的是,就是我職業生涯中第三個公司 就是學報科技,卻是讓我第一次見識到 什麼叫做雙贏的BD思維 然後如何在清除公司的目標 以及個人目標之下 找到自己的創造共贏的可能性 這也是為什麼我很下行 在LINE成為國民APP 然後馬上要上市的前夕 就是我願意離開 然後放棄掉上百萬股票齊全 什麼?你怎麼有放棄嗎? 有沒有談要給你? 在這邊截圖 我怎麼不知道 對,上百萬在當時一個新興人 是一個蠻大的賭注 但我覺得反而是換到我生涯中非常關鍵的一步 在七八萬年薪這部影片當中 我提到,因為我在面試之前 先勇敢搭出第一步 就是拿到潛在的合作夥伴的聯絡資訊 還有合作的意向 也至於VP他在面試我的當下 直接把計算機推給我 然後開我要的薪水數字 對,那我直接掌心百分之六十 然後這個戲劇化的經歷 是真的很扯 然後我剛好也訪問到就是這個VP 他本人最近在印尼 然後這邊有一段錄影 可以給大家做證實 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當初我在學豹 招募我的IPTVP 白富老闆 還好還好 當時候就是為什麼 在眾多面試者當中 就是直接選擇我 而且面試當下就直接推計專輯給我 然後讓我開心選訓這樣 我跟你埋完之後我覺得 嗯,You are the person You are the one You are the chosen one 不管抗壓能力也好 還是國際的拓展能力也好 這方面很重要 而你當時非常 你也這個homework 你做得很充分的 包括你都見了一些 當時我們要找個現代客戶 我覺得當時很有心 是吧 而且同時團隊裡面來人的話 我更多也希望 能進來一些新鮮的學業 非常Energetic 當時你的表現很自信 而且當然你的英文也很好 對,所以我覺得蠻不錯的 對,那好人嘛 好的candidate 一定要快速的抓到 是 那不然讓你飛掉 哈哈 當時候讓我飛 哈哈 飛得越來越多 好,謝謝 謝謝 BD直一過來就是商業開發 那一個好的BD 就一定要去開發未知的市場 所以只有踏出去才會知道外面的風景 那這個深刻體現在我入職之後兩個方面 第一個是擁抱新的模式 新市場 我面試的時候 知道的任務是去幫公司的工具軟體 Clean Master 談加拿大的手機品牌電視上的合作 但是我一進公司就被告知 要暫時放棄加拿大 然後要轉做東南亞 可是你面試的時候 不是都已經拿到一堆加拿大的資源 對啊 後來全部都沒談 就放在那邊了 很可惜 所以我就開始 OK任命的努力去飛新加坡馬來西亞 然後 但是過了不到半年 就是我們的團隊又把重心 轉到新成立的廣告流量聯盟 從零開始去 要我們談歐洲的App合作夥伴 但是呢 又過了半年 又換了一個項目 公司當時候收購了那個全球第二大的新聞App News Republic 所以又把我們召回來台灣 去談本地的這個媒體的授權 Recap一下 第一個是 電信商手機廠的預裝 第二個是 廣告流量聯盟做歐洲 第三個是做新聞App的媒體授權 但是這麼短的時間 真的能談出個結果嗎 居然說你第一個任務 你六個月有承擔嗎 所以 的確就是 在接到任務 新的任務當下 我們都很錯誤 然後 也就是要重新去適應 其實我當時也很不理解 這個公司到底在幹什麼 但是 後來才發現 這其實就是網路時代 快速迭代 就是Pivot的生存之道 很多的趨勢 其實就是半年 整個市場就風雲變色 但其實都是 那時候其實是有出成績的 對 半年都還是有出到成績 對 這個我等一下就會講到 就想要過個 好吧繼續 另外一個好處是 就是幫助我在短時間去累積不同的產品 他們的商業模式 還有市場經驗 對 所以讓我在未來面對 比如說印尼印度 泰國的時候 就沒有太多的害怕 甚至呢 因為我最後一個項目 洽談這個媒體的版權 也幫助我拿到下一份阿里巴巴的工作 因為它剛好就是 要去談印尼跟印度的媒體內容授權 第二個是突破侵魔 踏入未知 在網路公司快速失措這個環境之下 一定要推廣的產品的服務 像你說的常常是不成熟不穩定的 比如說我們第二個任務 搞到聯盟 我們是從零開始去搭的 很多時候還在一個 Beta的階段 我們也沒有完全的信心 它能夠做得非常好 BD的話 就更需要去大量的陌生開發 然後要找到正確 而且願意接受我們的合作夥伴 所以最基本的工作 也就是每天發街外風的Email 訊息 對 給這些夥伴 然後一開始就是 我其實有點猶豫 會有點怕怕 成品感覺還沒好 對 然後就要出去賣一個東西 對 好害羞 後來沒多久 其實就變成跟吃飯喝水一樣正常 被逼著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對 這就是BD的本質 對 本命 我無法 臉皮要厚一點 對 反過來看 就是世界上有成千上萬 像我一樣 所以天天在發 合作信息的這種BD 收到超多 對吧 好多歲的刪掉 Lakin上面都是 對 對 沒錯 所以對方為什麼要選擇我 尤其像是我在Pitch 是遠在東奈亞 或是在歐洲的這些夥伴 語言文化 天差地緣 所以其實很像 就是 你說我們在滑Tinder 對 照片裡面 好像是俊男美 但其實 你可能對面 其實老實講是一個突逃老爹 所以他有什麼要選擇 對 所以見面其實很重要 OK 如果要 就是一次性的能夠碰到 大量的這個存在夥伴 那我們一定要去線下展會 對 我那時候在學Boss & Mocker 對 就是負責辦線下展會 跟你們合作滿深的 是 你們就是幫我們去搭那個場 然後線下奔線 約會的時候 場地弄好 然後把服裝弄好 我們去亮麗登場的感覺 是 對 有用的成長嗎 對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線下展會就很像是 網路產業來的 Speed Dating 對 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例子 我飛到德國科隆 參加了這個 年度的EdTech的展會 那我好幾天 其實都沒有談到 比較有把握的這個合作夥伴 對 然後看著場裡面 就是很多那些 很高大的歐洲人 他們就圍著小圈圈 然後用我不懂的 才拍效果一些 不是英文 就是法語、德語各種 OK 那你如果都沒帶單回來 老闆會不省平你的出差 想說你直接去玩跳 對啊 壓力好大喔 真的真的 所以我必須一次一次的自我激勵 給自己打擊 能夠頂著這種羞恥感 去一再一再的傳入這些小圈圈 跟他們大話 很有自信的去介紹 我們公司的產品 然後我們是誰 那當然很多就是 觀眾相待 或者是用尷尬的句點收藏的狀況 但是呢 經過這個不斷的衝鋒 我意外的 和一位 靦腆的歐洲的同行 對 然後成為朋友 怎麼變的 我覺得他也有點就是在這些小圈圈之外 有點孤單 找對人了 對 跟我一樣 就是被排擠的人 沒有啦 然後他就可能也把我當朋友 偷偷塞給我當完最熱門的這個 這個After Party的門票 那個是大家都強迫投 就是一票難求的超級私密的這個聚會 哇 對 你的衝鋒是有用的 對 不知道After Party會發生什麼 所以我就就是 記期待要怕傷害人去了 對 首先就是這個After Party的規模是超過我想像的 他是有知名的那種歐洲當紅的歌星來演唱 對 然後觀念是居然讓壯見了 一直在發 email 然後這個半年都還沒有回應的這個夥伴他本人 然後他是誰 因為 我看過他的照片 天天看他的照片 看夢中情人一樣 對 然後就是在那種 Friend of Friends 就是在那個After Party裡面 就是互相介紹的時候說 你就是誰誰誰 對 那他 你傻眼他想說你誰啊 終於被你抓到了 對 對 他可能根本沒有看過影片 他其實是全球前十大 這個用戶量的遊戲公司高層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也叫Talking Town 對 是一個就是小朋友很喜歡的那種遊戲 對 然後在這個幾杯的黃湯下渡 撐兄到底之後 對 我終於達成了夥伴的合作 出差結束之後 我就馬上趕快跟他簽合約上線 NICE 對 我也因此達成了這個 我們總共有上海原的筆記團隊 然後我是前三年的這個成績 嗯 不枉費你 VD真的也沒有簡單 對啊 也很Chance 對 也不大好大 沒錯 然後我也因為這樣能夠拿到 年度的這個最佳新紀元工獎 他因為這樣拿到八個月的年總 所以年輕就 超過160 對 那次出差的畫面 我至今都立地在目 每當我面對前路產生懷疑 然後很害怕的時候 就是這段經歷都在鼓勵我 就是世界是闖出來的 不要給自己任何的機會去後悔 然後我記得我每天在講 當然這不是我KPI 但我會有兩個感覺 就是我心情很好 我的精神很慌鬆 我就很容易出於療 但大部分人都會覺得 有害羞的人說有點害怕 也害羞 對 會覺得 沒錯 反正不是你的KPI嗎 這段可以剪掉 第二點是物理供應 公司肯定是以盈利為目的 但是當我們從單純被利用這個牢房 逆向轉換思維去思考 跟公司互利的可能性的時候 那本來討厭的任務 或許就會變得很有趣 甚至能夠變相的為我們自己來服務 然後我來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出差這件事情 其實在部分人眼中 這個出差是又累又犧牲個人時間 比如說出差時間比較長 那你就要和家人親友去分隔兩地 對 而且出差的時候一個人出差蠻負擔的 是是真的 二十七二十八還有三十歲的生日 我們好像都不是在同個地方度過的 對 對 所以我只能就是期待 長野小姐就打電話給我說 啊生日快樂 我記得有一年我還遠端談生日快樂 不要找方法 沒錯 沒錯 那如果我們用這個 固定的思維來思考出差 首先 飛機的旅程 還有飯店的這個點數 都能夠累積到自己身上 比如說長野小姐 在這個學報的時候 瘋狂出差 你直接升到那個長榮的金卡 對 升到金卡 如果這個出差不是當天來回 其實有時候非工作時間的晚上 然後或是週末 那其實也有機會 就是出門趁機感受一下不同城市的文化 所以我們其實也是趁著出差的機會 在學報的時候 然後我好好去體驗了好幾趟的德國、法國、英國、西班牙 然後等於一次集滿西歐的這幾個大的國家 我都沒有去 對啊 我們有一起去西班牙出差 對 有一次 但我們任務不一樣 我們基本沒有時間一起 我們就一天 一個晚 一個下午 但我們也因為獵豹的年會 尾牙 然後一起去了日本、韓國、上海、北京 好啦好啦 你要這樣說的 所以還是感謝學報 然後第二個例子 是每個公司他們都會需要去經營這個雇主品牌 等於是要在人才市場上面去打好名稱 然後吸引優質的人才加入 那我剛好就是創辦的網路人才社群 Exchange 需要這個活動場地 所以一拍即合 那當年我透過這個101大樓83樓 無敵海景的這個超強賣點 真的 所以每一場我們Exchange的活動都爆滿 然後活動前後 我當然也會趁機宣傳學報是一個全球化 然後人性化的好公司 那最終 我也的確給公司內推了一些還蠻好的員工 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雙民 再次感謝學報老闆的支持 那其他的例子我就不深入展開 包括 善加使用公司的品牌 以及團隊的前輩的關係網 然後去約到想認識的合作夥伴 那其實無論最後合作成與不成 都能夠去趁機接到朋友 把這層關係去展下來 變成自己的人脈跟資源 然後以及多數的公司 已經累積了已經成體系的支持庫 還有一些case study 所以無論是公司本身的管理制度 或是這些經驗 都是我們能夠趁機偷學起來的 寶貴的知識資產 不用說偷學的公司也希望你學 沒錯 學好這位公司賣秘 對 老鼠 第三步就是 正確的向上社交 延續前面講的這個 互利供應的概念 其實願意給空間去互利 老實際上也需要這個 一個好的老闆或是前輩 如果他也能夠從這個 互利供應的角度去看事情 我們一定要牢牢抓住 或許這也可以 聊到最近很熱門的這個 向上社交的話題 向上社交我覺得千萬不是到處換影片 然後天天傳訊息啊 許寒問問 就很像在追女生的時候 如果這樣一個舔狗 通常對方不會想要理你 其實最終回來還是要去 讓自己變得更好 對 倒不是被拔著對方 對 也是 就是你自己不好 就是也沒有用 沒錯 為什麼要發現在我們 一個是他可能在我們身上看到 年輕時候自己 那他當然會希望能夠看到 投資在我們身上的時間 有所成長 我們自己有成長 那另外可能是 大佬認為 你是一個人才 所以保持一個好的關係 對他未來是一個投資 所以無論出於哪一種原因 到最後還是我們要精進自己 需要參加聚會 但不是一個天天花蝴蝶 就是到處去攀關係 這種狀態 收回學報 當時後 我每一個老闆 到現在我們都還是好朋友 你抓住了誰 有 像AVN 就是美女總監 然後海富 這個VP 那在東南亞 我們都有一些事業上的 互相的交流 以及我就是前面鋪陳很久 現在終於要聊的 只要讓個貴人 叫做 飛月威 也都一種市場 那 吳董貴為台灣學報的董作 他卻從來不另去提拔後輩 很多同事 就是 後面的很多職業 都是吳董介紹的工作 然後包括我所創辦的Change 也是一路受到吳董的支持 無論他擔任我們的法人監視 以及大力支持我們的天使會創投 我至今都非常感謝 就是吳董對我們的夫婦 然後以及Change的幫助 感謝 大佬哥 愛你喔 謝謝 真的 那我也想趁機宣傳一下 就是吳董前任子出了新書 對 然後他本人就是這個跨界領導的代名詞 在學報之後 他跨足電商 擔任888台灣總經理 然後PC Home的副總 然後後來也擔任這個領隊 帶領魏全龍重返石胖 他操害棒球 真的 真的 當時候就一直贊助棒球的 台灣棒球 如今是知名的創投 在台灣的合夥人 很多知名的這個新創背後都有吳董身影 例如Line Taxi Ghost Sky等等 所以我認為最高級的BD就是 能夠將身邊的資源去整合到一起 然後變成一樁共贏的美式 對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朝這個BD 還有跨界管理人去邁進 那很歡迎參考吳董的書 然後 吳董 對 那吳董本人他也會出現在 Change今年下半年 我們會做一個 就是經理人學院 專門教大家怎麼做業務跟BD 所以 歡迎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來報名 然後會有14位 就是總經理跟業務的BD 繼續來 好像今天這集有點長 對 雖然我其實只帶了學報一年半 但留下非常多很好的回憶 對 然後也認識非常多很棒的前輩的同事 所以我深深感謝你們每一位的照顧 當然如果你好奇為什麼這麼好的公司 我只帶了一年半就離開 對 那歡迎期待我們下一集的影片 然後也祝福大家在職業生涯中 對 都會遇見這樣的好老闆 對 那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拜拜